OF OF 哈囉大家好我是HAKO 那我們今天要試騎的就是 前面這台三代的 NSX125 那在開始試騎之前 我要先來說說它的外觀好了 那我也有拍上一代的二代的試車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頭燈這個方面呢 我是比較喜歡上一代 因為他上一代做出了一個很像 點譜的感覺 那這一代他是一個 又方又圓的 另外一種感覺 就有點回歸到一代那樣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上一代他的那個辨識度蠻高的 不過這個新的圓燈也是 還不錯看 只是上一代的特色就這樣沒了 不過沒關係 他看起來還是一樣 就是 Onda的NSX 側面的部分 這次的車殼改動蠻多的 他出的這種套件就是很簡單的 他把這個孔都標記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這些孔卸下來 這個就可以直接拿掉 這個也可以直接拿掉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買這台NSX的車主 通常都會做一些有個性的改裝 然後他也出非常非常多套件 所以 原廠就設計這種快拆的方式 讓車主在施工上更方便 就是有些喜歡DIY的人 所以這點也是蠻好的 但他這個每個點上面都會還有 帶這種配色 我覺得看久就蠻好看的 而且 你也可以這裡 烤一個顏色 這裡烤一個顏色 這個也可以再烤一個顏色 我覺得增加了很多 可以展現個人風格的地方 下面這個 125cc的 單缸 空人引擎 大家看到這根 集村管 這根管子等一下再講 先繼續講車格 那再來 尾燈 尾燈好像和上一代差不多 也是這個造型 那車主也改了短排架 這個尾巴就這樣 短短的 覺得還不錯 蠻符合這台車的整個線條的 後座應該也 蠻好做的 那 這台車的 配色是 灰 灰色嗎 他是 帶點有這種 亮粉的銀色 然後再搭配前後這個很有質感的 金色輪框 很棒 然後再配這個金色稻叉 這台小車 質感完全就有做出來 厲害 我們來發動一下 我要踩的後煞 因為這個是斜坡 好 是真的還是有點大聲啦 但我覺得他是屬於好聽的那種啦 回油的那個聲音蠻好聽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騎吧 剛剛跨張這台車 他的座高 真的是非常低啊 我記得是700多而已吧 我打在這個上面 非常低 我175可以直接平踏 這個我相信 用160來騎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騎士三角 很可愛 我只能說很可愛 車主還有個熱狗麵包 那他這一代 三代有加入 檔位顯示 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因為上一代沒有 但新手就需要的就是這個 即便我到現在騎了很多車 我覺得 這個還是蠻需要的 好那我們就騎步囉 然後這台車的他的離合點比較 後面 不是比較後面啦 是很後面 所以你剛接觸這台車可能要習慣一下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我的聲音喔 他排氣管 確實有點大聲 騎起來很 輕鬆自在啦 騎這種小車 很好玩啦 就是方Bike的概念嘛 可是覺得他小小台的 很靈活 騎了會很想笑 這是正常的嗎 那他的加速就 一般般啦 就是 但你不會 呃呦 靠杯 嚇死我 靠杯 他感覺 他開好快喔 他的加速就是 我覺得其實還蠻有力的 我想說這顆引擎 可能很小 然後可能就沒什麼力 但其實 還不錯 因為他車本身就輕嘛 所以 這顆引擎要帶動這台車 其實蠻輕鬆的 不會有那種重拖的感覺 反而覺得他很 輕盈 很輕快 非常的靈活 煞車手感 我是覺得 還 還夠用啦 畢竟這台車 你也 沒辦法騎太快 所以我覺得 還算堪用 在這種小三路 其實 騎起來 還蠻好玩的 而且這代的 MSX 他改了 改成了 五檔 比上一代 又多了一個檔位 延伸性 更好一點 但你說有差很多嗎 我是覺得 還好 我的感受就是 他就是 多了一個檔位而已 因為 他這個小排氣量嘛 所以你 檔位 很快就要換了 所以你一下 就來到五檔了 其實沒什麼感覺 因為騎這種小車 你就不會太在意 他的 動力 你反而是 比較在意 他的騎乘感受啊 我覺得 目前騎起來 是覺得 真的蠻好玩的 哈哈哈哈 那他雖然沒有滑動式離合器 但離合器非常的輕啊 很好上手 不過 結合點 有點後面 你幾乎要全放他才會開始動 所以這一點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後照鏡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身材比較垮的人喔 可能會被你的 手 手臂擋到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改個蹲直鏡之類的 但是女生的話 應該就還好啦 畢竟原廠這個圓徑 其實 蠻搭這台車的 蠻可愛的 雖然這個管子不錯聽啊 但是 我自己聽我覺得 還是有點大聲 旁邊的人可能覺得還好 但我耳朵有點 有點受不了 那他整個騎乘感受 我覺得 他的懸吊部分 還是挺穩的啊 前面的倒立式前叉 支撐性不錯 後避震的話 就偏軟 不過這台車 你說真的 你要騎到很沙嗎 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我覺得 絕大部分 會買這台車的人喔 可能都是 要騎開心的 騎快樂的 其他那種 好玩的感覺 真的是蠻好聽的 騎一騎真的會笑出來 我原本已經浮到底了 結果沒有什麼東西 不過他整體給我騎乘感受 我是 很喜歡的啊 雖然他 慢 但是 他慢的有質感 這樣講嗎 那說真的 如果你會看到這台車 你會想買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也不是什麼 殺手之類的啦 而且這個座高 非常適合 女生啊 女生如果怕 車太大台啊 牽不動啊 NSX真的是一個 蠻好的 入門選擇 真的是不錯 但 我 我耳朵有點受不了了 對嘛 這樣才對嘛 剛剛真的太吵了 安靜好多喔 天啊 這樣騎很舒服耶 不錯捏 騎起來不錯啊 現在如果 騎快一點 2檔 7E 蠻好玩的 其實他也不會慢到哪裡去啊 只是 動力湧現的速度 比較慢 那他騎起來的震動感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抑制的不錯了 手把我幾乎 拉到 八九千的時候 手把幾乎也感覺不到什麼震動 但是呢 腳踏 跟油箱的地方 震動 非常非常明顯啊 好像在按摩一樣 但我覺得 蠻厲害的啊 因為 我雙手幾乎真的感覺不到什麼震動 騎起來很舒服的一台車 都很順 一切都很順 一切都很順暢 過彎啊 加速啊 這些 真的非常好玩耶 這種小輪進檔車的市場 其實 他的競爭對手也不多啦 就 Z125跟 TNT吧 TNT135 NSX 不必我多說了吧 他絕對是 佼佼者啊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選這台 那他的 公司貨售價好像是 12萬8 12萬8左右 我覺得 一台 粉田的車 他雖然 馬力不大 但是呢 他帶來的樂趣喔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真的就會非常喜歡 這種小輪進檔車的 快樂感 好那這次的簡單試騎 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想要看 更詳細的 可以去看我 二代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 其實 三代跟二代的差異 騎起來給我的那種 感受 其實沒有差很多啊 當然 他有五檔延伸性 更好 然後 再加上 這個全新的外觀喔 但喜不喜歡 就見仁見智啦 那我是Taco 希望這部影片 有幫助到你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P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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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同一顆引擎的聲音